最近政府当局提出要堵塞一个漏洞 因为去年他说有五个议员辞职 搞五区公投 要市民一起去投票 因为基本法是没有公投的 他们辞职就要补选 然后就说变相公投 政府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就拿了条草案来立法会 就说要堵塞漏洞 要做就是拿走你和我 和所有选民的权利 就是说以后就没有补选 如果有人辞职 有人病 有人死了 就没有了 轮到选举的时候 输了的人就可以变成议员 这个很荒谬 其实有些国家都是没有补选 如果出了决 是由他自己竞选的名单 下面的人就提上去 但是当局就学一半不学一半 有些政府跟我说 外国政府很生气 特区政府是选择性 又说别人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抄一些不抄一些 所以群情是很洶涌 因为市民一知道那些 知道那些觉得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权 这个是我的投票权 或者我想去参选的权 这个是基本法 这个是人权法 国际人权公约赋予我们的权 你为什么拿走 还有你又不咨询 偷偷地去做 所以越来越多市民就很生气 在这里都要赞赞传媒 因为很多传媒 无论是文字或者电子传媒 都越来越多报道 访问市民在街上问他 市民说是吗 哇 这么不公道 输的变成了赢吗 怎么办 所以越来越多市民就说 7月1号三点钟 要来到维远参加游行 抗议特区政府 粗暴剥夺市民的投票权利 参选权利 当然七一游行 也是抗议地产霸权 很多市民包括年轻人 都说租不到屋住 太贵了 也都要抗议这个通胀 有个市民打电话去电台说 哇 六元一个橙 他说真的离谱通胀 又要抗议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为什么不肯复建居屋 为什么不肯增建公屋 为什么不搞全民退休保障 为什么不做多些钱去做医疗 做教育 所以七一记住走出来 今天特区政府出来说 我们现在修改了 不是用那些书那些 第二个名单的人去替补 他说给你自己同样那张名单 你辞职 你同样名单下面那个就替上去 但是我觉得你要给市民有个机会去讨论 给大律师公会 因为他发了三封信 都说政府是违宪 我们给大律师公会有机会看看现在的新建议 律师会也都出来开记者会 说政府是不对 因为没有给时间 市民是去充分讨论 所以就算特区政府现在 让了一小步了 不过是不足够的 我们呼吁政府 不要在13号 强硬拿回草案 要提出 说要恢复异毒 因为我们民主党是一定反对的 我们觉得这些那么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给市民 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 寻求到共识 这样才做 如果社会是没有共识 是表示这些东西 是不恰当的 是不应该做 所以各位朋友 记住 七一三点钟 我愿意见